我们看这边SF是飞鞋之后 他补了一组真眼我们看到 有点更好的来抓猴子 实际上打猴子之后我个人认为粉笔真眼有效 因为猴子属于那种 我们知道隐身系也是有不同的特点的 不是所有隐身系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 过来点了一下 比如说像赏金这种人对付他真眼就比较有效 但是像那种就是 因为赏金是喜欢团战之间来你这边浪的 但是像很多人比如像猴子或者像小骷髅 他们的隐身完全是来逃生用的 纯为逃生用 那么打这种隐身的话 个人觉得还是粉笑比较好 我们看这边戳起来 这个躲掉了 这个隐身确实是能躲 上次我也是有口误 但是像布林克 这边人满 我晕这次SK要纠结了 自己甩他被人马一脚踩 一脚给踩掉了 这真的是人算不不天算 这位猴子隐身追过来 然后进入了真眼区域 但是也没有继续追 SF这个血量还是不要浪好 这还贪这个野的钱呢 什么时候了 这边电火他们也是被夹到了中间 SK突然又出现在这个插 插到三个人可惜没大了 你看这位有个大多好 我逼你应该也是有意的 好这边猴子给这标自己反而被垫住 影魔过来三两下 这边一丝血的冰女 中的是暗幕的赌博度 时间到 碰木赶过来去不正常 SF临死前没有把大咬出来 电火再次过来 一个F 我又把猴子打红了 这边给个标 暗幕要倒了 暗幕伯葬给自己了 注意 再点 哎呀 还是死 还是死 被幻象捅死 这边SK再一个戳 戳了两个幻象 回一个标 这边有真眼的 真眼是金卫方的真眼 这边要被小兵A死了吗 死了这个锤子没有锤上 锤子旁边 SK再出过来 我 听客赶过来一个挡 这一波干客 应该不叫干客 这叫超长时间团战 基本上动用了双方所有的英雄 最起码动用了四本以上TP 在左边 就这样是互相打来打去 那最后还是以天台方的 胜利而高楼 而且猴子这边 存了多少钱呢 这场比赛 刚才这看了1100 到了1900了 打了800块 那左边应该可以顺势拿一个外塔 因为这位人服务时间比较长 这个塔也很难 拿回来 这边12-19 猴子也是注意控制自己仇恨 不要被塔打到了 听客飞鞋出来 那波智慧还是比较到位 这个塔应该是 换回来锤上 这个用隐身躲过去了 很漂亮 没戴粉个眼睛 不要这么这么打嘛 他当然眼也没低时间插 摩尼尼这次操作是有失误啊 Are you ok 这边是单咪 单咪谁呢 Yes I'm I'm fine 这是 在咪这个摩尼尼啊 这边猴子有先温顿之后 其实猴子打野还是蛮快的 尤其是他如果能够有三技能的话 三技能最起码到两技 这打野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因为也 因为你幻象也能帮你分担伤害嘛 这样本身也是 鞋比较多 我们看这边猴子幻象 直接是补刀 猴子幻象有好处就可以拆塔 很多金战英雄拆塔不好拆 这边也是 我们注意猴子是先换 而不是先锤 因为锤有弹道 而换的是顺发 对吧 考虑到弹道的问题 肯定是先换比较稳 而且换过来 也可以让影魔更好的出技能 你不然你锤上了 你说影魔是怎么办呢 打还是不打 走回去的话 又浪费时间是吧 这边过来来守着一个塔 再次 一个粉撒了 一个冰 一个T 冰尼开一大后手键接上 很漂亮 其实刚刚动台上 我们看到金面坑电红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确实起到了这个中途抵住作用 不过他出的是个引刀 这个如果有限不动作 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SF这边 我们看一下SF的装备 3600了 这是要出什么 他面对的是猴子 面对猴子 SF出什么比较好 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金 因为我认为SF打猴子是比较难打的 猴子一个不要过来 SF就很郁门 因为你一个影价压不死后 后续平衡要A很多下来 他可能已经产生很多新的这个幻象了 他可能也是很迷茫 不知道该出什么 猴子尤其是会要散心之后 那个太误解 漂亮又是一套跟DEMO两个人配合 一个换加三连 那么直接让对面Tinker连死两次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面目前人头领先6个 但是这次杀对面Tinker两次 这个赚了 猴子前我们看3800差多少 只差800块了 3000 这边也是路过一下 如果中塔能推掉 那么猴子的遗物就已经OK了 你再让猴子出来遗物 然后再出来猴子要 金面雷神就很难 本来金额代线就能把你给戴死了 对吧 就是这个代线很牛逼的英雄 猴子这样代线的能力 而且是非常好的团战能力的英雄 团战一个标 猴子也等于打了你一个AOE 再算上闪失 你法师基本上挨一下就扛不住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兵线方面 猴子也是这样可以顺道去打波 然后直接收上面的钱 或者直接准备TP到右边 收右边的这么两波兵的钱 都可以 所以一个Farmer最重要是能够 立刻看清自己的Farmer节奏 就是说我要看到 我下一步该怎么走路去打这个钱 然后这边也是绕过来一锤子 给了编织 死人猴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被人反包围了 然后这边SK是要倒了 SK撕血 电魂出现 把人逼走 换过来 碰木 定住漂亮 再点死 那么 你们也是这几次打得非常漂亮 猴子就不要来浪了 这时候你很关键啊 出一物的时候 原地开个大 电魂直接是被冰你这个大赶走 但是VS跟过来 一刀 听客有没有技能 这边是让 电过去拿到一个三杀 猴子绕我来 这一个标一个人头 就看听客有没有这个命拿了 哎呀 又被SFA死了 听客连死三次 听客一定注意啊 这个听客也是犯的问题 团战的时候 你就不要老想异别人 想异别人的听客绝对是 这个不成熟的啊 听客的重点是他的二三技能 老想异别人 怎么那么好意啊 别人 对不对 你一边说 别人什么都锤子 这个剑什么全撂过来了 别人都不是靶子的 对不对 别人也会想着 怎么杀你 不是你想着 怎么杀别人就可以了 好 那么猴子还算是 这个遗物应该比较平稳了 这波也没有死 打完这几个兵 就可以把遗物出来了 这边斯文是跳刀 夹腿瓶子全套 这边赶紧买遗物买 上路的钱只让给了POM POM中也是要诉出散尸吧 这个样子 纯DPS流啊 这个 好猴子出了遗物 那中路的钱是听客再刷 听客下一步 我觉得怎么说呢 血太少 但是又不能出PKB 你看一线一的血 一线一的血 面对精密这边 VS SK这种非常好的点控啊 是很 很无 很无语的 那我们是一边来 又听客人出西瓦 但这个阵容我认为啊 出西瓦